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你知道吗 在瀑布乐极生悲的意外都是时有所闻的 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 我们常听那些做救生的朋友告诉我们一句话就是 很多溺水事故发生在那些自认为自己很会游泳的人的身上 因为可能有很多盲区是他们自己没有意识到的 所以今天我们大主题来聊一聊 在瀑布区尤其是如果你要到瀑布区去吸水的话 有哪些事项要注意的 天气炎热 许多人为了避暑 周末会选择逃离都市到丛林中的天然消暑秘境 瀑布 吸水 乘凉避暑 然而瀑布的地质结构复杂 水流也会因为天气而有所变化 所以在瀑布吸水会面临一定的安全风险 近期 许多民众为了消暑前往瀑布吸水 却不料发生了多宗意外溺壁身亡的案件 引起大家对于瀑布安全的高度重视 究竟瀑布吸水必须注意什么 在什么情况之下 需要立即远离瀑布 若是不幸遇到意外 应该如何自救呢 今天就随着活力加油站 与专家一起学习在瀑布安全吸水 避免乐极生悲 是 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有的是大马搜救联盟的总教官 总教头来到现场 欢迎陈耀明 塞门 塞门 你好 塞门 你好 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瀑布 其实瀑布发生溺水的事故 在马来西亚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溺水的地方 对 是很常见的 就是说河流 还有野外的 就是说河流 然后沙滩 然后就是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瀑布 好看 可是很危险 是 那您手上会不会有哪一些数据 可以告诉我们 其实瀑布的危险性 占了这几个地区当中的多少 当然我们是讲述 2022年的我们是在河流 是最多淹水的 可能是死亡的 对 隐险的 然后瀑布的incident也是 Cases也是不差 也是很多的 发生很多的 然后死亡也是很高的 所以今年我们到4月的数据 都已经过了5个 6个人死了 都还没有算5月的 5月也是有几种 几种 两三天前就有了 对 两三天前 那个是在金兰丹的 Jeran Leland的 所以今年都还没到上半年 都已经发生了好几种 是很多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那些河流 排水区 溺水的那些个案 都超过百多种 对 因为马来西亚 就是太多水源 我们讲的很好玩的地方 尤其是小朋友一放假 如果没有出外的话 找到地方 觉得好玩的地方 就是跳下去 没有一个安全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们小朋友的 那个危机意识还不够吗 不够 大人也不够是吧 大人也不够 可能是大人也忙 小朋友去玩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 是 常常有这样的一个个案 可是在瀑布当中 您心目中有哪一些排名 比如说哪一些瀑布最危险 我们每一个瀑布都是危险的 每一个 因为每个瀑布都是危险的 瀑布里它是高还是低的 当然是高的也危险 因为它的水底 它们是有漩涡 还有那种卷绕 小的可能会有石头 还是什么 敲到头 敲到其他地方 也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 是 那在雪洲呢 雪洲哪一些瀑布是高危的 OK 我们是有 在我自己的排名 就是我们有 所谓的圣达 圣达是乌鲁亚 OK 雪洲乌鲁亚 对 然后我们是有 Kwalakubu Baru 也是有一个 那个瀑布的 很漂亮的 是这个吉林瀑布吗 对 吉林的 所以这些瀑布都是 很多人会去打卡 野餐的热门景点 对 它常发生意外的原因 在哪里 我们是说 你去到瀑布 最好的是在旁边那边 泡泡水 但是很多时候跟朋友去 我们要游过去瀑布 那个瀑布直冲在身上的感觉 很爽 很爽 但是你没有想到 瀑布的那个力 很大 很大 还有它下面的 你根本都看不到 不了解的 是 像我去那个 Bulalangavi的时候 我看那些瀑布区 还有很多老外青年 在那边跳水 对 还有瀑布 我们觉得很好玩 但是有些 某些地方 它的舌头是隐藏在那边的 大舌头 可能你们是跳水的时候 头下先的话 会创到 对 之前也是有发生过一种 就是那男子 从三公尺高吧 这样子跳下来的时候 好玩 就直接翘到头 不好做的东西 刚才Simon谈到 有什么漩涡 那个是指什么 在瀑布区 它会这样卷起来 那个叫漩涡 OK 漩涡是转的 转的 我们讲 除了漩涡 在瀑布区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转绕 卷绕 不一样吗 两个 不同 它是再把你拉下去 然后再你转 漩涡是只是表面的旋转而已 表面 卷绕是吸进去 吸进去 然后还有再转的 这又不是他们常讲 什么水鬼抓你的脚 那个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不对 爸爸妈妈很喜欢 用这个来下小朋友 对 但是我们知道的 这个就是一个 很天然的东西 可是这个在表面上 看得出来吗 有时候看得到 如果它是比较强的 我们就是 比如说我们把一个小木头 小棍 就是把它丢下去 你会看到 如果它是拉那个木头 还是那个小棍 拉 然后又把它放上来 那个就是在下面 有一点 有点情况 据说它会把你吸进去 很可能 吸进去 然后它又把你放上来 基本上它好像一个 我们讲 washing machine 就是一个CG 它把你这边转 前后左右 360度 各角度都这样子转 所以我们去瀑布玩之前 我们还要做检查工作 丢一根那个树枕 带上棍 对 对 尤其是它水流比较快的 你也看着它 如果那个木头 它是转的话 这是悬膜 把它拉进去 再放出来 那个就是卷绕 如果木头 它很轻松地出去的话 那个水流都还OK的 可是有时候 我们会看到有急流 爬山的时候 有时候也会经过一些瀑布区 我去过那座山 水晶山 它的急流就来得很快 其实你要这样涉水过去 也过不去 这代表其实很危险 对不对 对 一定是危险的 因为它一直在冲 万一你真的是 Lost balance 我们讲的Lost balance 失去平衡 你就是把它冲下去 我们很多时候 都是有在教课 在教很多人 就是怎样安全地渡河 要过去 手拉手可以吗 手拉手不行 手拉手不行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有方法的 一定要三个一起 还是两个一起 这样都过去 那刚才我们说 漩涡 急流 还有一个山红 山红也是蛮常见的 一个意外吗 对 因为我们马来西亚人 很喜欢早上都去到晚上的 对 还炒烤在那边 炒烤还是什么 但是通常我们现在 很喜欢下雨的时间 就是通常是四五点 大晚的时间 一下雨 如果在山上下雨 下大雨 它都会流到去 瀑布 瀑布那边都很 更加快 快速地 把它流下来 冲力会更大 对 所以我们讲的 这个洪水 很危险是什么 你不止不绝 你在玩水的时候 你都把它冲走 他们说洪水来的时候 是在几秒钟之间 把那个地方淹没 是吗 很快 对 所以是来不及跑的 所以我们应该怎么观察 那个水呢 有些人说 看到落叶 这是以前爸爸浇下来的 就算吗 对啊 对啊 看到落叶 然后你看到 很多的杂物 就是说 可能是有一点 那种叫做 很多叶啦 叶子啦 很多是那种木 木树 木树 然后你会看到 开始水 开始变 不再清澈了 不再清澈了 昏浹了 就是确实了 这代表你 即使你那一区没有下雨 山上也能下着雨 对 我们也是要懂得 如果看到山上 还是其他的地方 已经是天比较黑了 不是很好的情况 我们应该要上水了 第一 第二 如果听到 已经是有打零的声音 不要等到它下雨 千万不要等到它下雨 要趕快收啦 上来了 已经是够了 那刚才我们看到几张照片 你的瀑布呢 都是比较广的一个范围 都是水的 有没有说 比较多石头 碎石 会比较相对的安全 因为它的水流 没有那么团结 被拦住 OK 是我们讲安全 比较浅的地方 比较浅的地方 所以我们讲 泡泡水都好了 玩玩水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要去的话 你可能是去比较高的地方 可能是真正真正脚滑 是可以玩的一个地方 不要去到中心 它就是水下的 就在边缘岸边 对 边缘那边还好 是 因为其实石头头也是一个隐患 对 因为有时候会滑倒 但石头都很滑 对 所以我们很多时常都说 第一 一定要有 一定要时常要戴 我们的生命衣服 救生衣 然后第二 可以的话 学习戴衣服 一个帽子 我们会被朋友骂死 会 但是你去到有石头的地方 比如说一滑倒 第一 你就是把握到你的头 因为那个地方都是很石 很滑的那个地方 那Simon老师我请教一下 因为现在太流行拍照打卡了 很多人喜欢在瀑布底下 给那个水冲下来 然后摆个姿势 好像在禅修什么的 其实那个动作也是很危险 因为那个水 OK 我们还有一点 比较更加小的 那种是小瀑布 你是整个人站住 已经是到顶的了 那些还OK 因为你在站住的 OK 我们是说 总之是有瀑布 它比较高 它是生下去 有水的地方 那个就是有机会 就是我们只好 有水会冻的地方 会冻的 就有危机 意思是说 那个瀑布 如果水流下来的时候 那个水很浅 可能直到脚白的 那个OK 那个没有问题 你要怎么拍照 怎么玩都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是很深的话 就要避免了 可能是到腰部 还是到胸部 所以这也是我们去瀑布 玩水的时候 要注意的一点 对 还有人说 就是你在 不管是瀑布区还是海边 你看到有气泡 都是一个危险的 警讯 为什么 因为气泡 气泡就是代表 你一定失去 那个叫做 就是腹力 所谓那个气泡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不晓得 是不是你看我们照片 看起来好像水花 可能那个水打在 那个石头上 是这样激起来的水花 打在那个石头的 也是水花 但是这个就是下来的 你看通常这是 瀑布一下来的 那个周围 就是它的泡泡 它就真的是看到泡泡的 对 泡泡的 泡泡是怎么产生的 因为它的那个水力 水力 然后如果它一下的时候 空气一直在转 空气 都是那个泡泡上来的 所以这表示就是什么呢 那个地方特别容易 往下陷对吗 踩空 OK 你会是 你们那个叫做 Bohensita是佛力 失去佛力 失去佛力 就是你会游泳的好 你会失去佛力 它会越来越重 你觉得越来越重 那您是总教官嘛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上课 学一些这些 急流逃生 或者自救的一些知识 去哪搜寻还是什么 OK 你们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的FB OK 就是Isara Isara I-S-A-R-A I-S-A-R-A My 就是一个space My 然后我们的课程 就是那边 通常我们是教很多人 这样去 去看好的 就是去 就应对这种急流的时候的 自救方法 就比如说刚才讲 即使是在急流 你要过水 也有一定的那个知识 对 三个人是怎么个捆绑 是怎么个走法 这个很重要 是 小孩子也是有这样的相关课程吗 对 尤其是小孩子 更需要 因为我们要教他 怎样在有水流的地方 把它游到对岸 就是有很多方法的 好 非常感谢Simon 对 还有疑问 因为我们不建议小孩子 去那种瀑布 尤其是没有大人的带领之下 对 但是如果有上课 他们还好的 他们懂得这样去面对的 好 我们一起来学习 当然孕妇和老人家 就不要随便去瀑布去 这是一定的 非常感谢Simon 好 谢谢 那在我们进入资讯之前 不如我们先来看一下 世界的瀑布之最 世界瀑布之最 最宽的瀑布 伊瓜苏瀑布 是世界上最宽的瀑布 总宽度为4公里 横跨两个国家 位于阿根廷 伊瓜苏国家公园 和巴西 伊瓜苏国家公园 伊瓜苏瀑布 实为一组瀑布群 由275股大小瀑布 或是极流组成 年均流量为 每秒1750立方米 雨季的时候 瀑布最大流量为 每秒12750立方米 这些大小飞瀑 一起绘合成一个 马蹄形瀑布 非常壮观美丽 被誉为南美第一奇观 并且在1984年 被列为联合国世界遗产 最大的海底瀑布 丹麦海峡的海底特大瀑布 是世界上海底最大的瀑布 它位于丹麦海峡海面之下 大约有200千米的宽度 总落差达到3500米左右 在这里 每秒有50亿升的海水倾泻而下 巨大的倾泻水量 相当于亚马逊河水 汇入海洋流量的25倍 带给视觉上极大的震撼 然而可惜的是 由于海底瀑布 深藏于海平面以下 所以人类无法目睹 这个海底奇观 水流量最大的瀑布 论水流量 世界上水流量最大的瀑布 一定是文明世界的 尼亚加拉大瀑布 这个瀑布位于加拿大安大略 和美国纽约州的尼亚加拉河上 平均流量为每秒5720立方米 无论什么季节 尼亚加拉大瀑布的景色 都非常壮观宜人 如夏天阳光照耀水雾 而形成的巨大彩虹 和冬天的冰铺等 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 慕名而来 您的品牌宣传 是否触及更广大的受众 万物错过本年度的 免费市场营销活动 Omnia Advantage 已了解如何吸引目标客户群 前来参与这个活动 并享受高达85%的广告配套 您更有机会 赢取一辆全新房车 立即上网 OmniaAdvantage.com注册 八度空间的广告宣传 变得更有力量 也更实惠 是的 想要提升您的业务水平吗 就让马来西亚排名第一的 首要媒体集团 Omnia来为您指引 让我们通过电视 印刷 数码媒体 以及户外的广告 帮助你享有高达85%的 广告优惠 马上登记 OmniaAdvantage.com 来预定45分钟的免费咨询服务 那回到我们今天的课题 我们谈到这个瀑布区 如果遇到溺水事故 要怎么样自救 我们现在要马上请出 我们的雪狼州 甲洞志愿消防拯救队的副队长 Chris Goal 跟我们好好聊一下 欢迎Chris 主持人好 观众大家好 好 那今天 您是把这些东西 都准备到我们现场来 对 因为这种都很重要 这是瀑布玩 还是要带的东西 必备 必备 就是你只要在水 要去水玩的地方 都很必备 这种 OK 好 虽然说很多人可能会很抗拒 但是告诉你 遇到这个难题的时候 它是你的救命稻草 我们一一一来看一下 有哪一些配备是需要带去的 好 我们先这个比较 一开始的就简单的 最基本的 手电筒 就是手电筒 因为你在森林 或者一些音量 可能你们玩到比较晚的时候 都需要它来照明 对不对 删去比较暗一点 对 然后第二样就是我们的急救包 急救包要有什么样 很简单的 就是小型急救包 你一定要有一个手套 或者是消毒药水 因为我们在施救的时候 可能也 手上也会有细菌什么的 那戴手套 或者是有消毒药水 就比较好 那之后当然就是有 纱布 剪刀 然后这些是直血包扎的设备 对 就是最重要是先直血 因为太专业的知识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我们不懂的东西 可是最重要是先直血 基本的 对对对 再来说头盔 对 就是头盔 头盔可能很多人会很抗拒 吓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带头盔去玩水 好像很奇怪 很夸张对不对 对 可是它在于这种山的地方 或者是这种布谷的地方 它是非常重要 它起到保护你头部的作用 因为地形的关系 有很多胶石还是这种岩石什么 我们都不知道 那你可能敲到还是什么的 头是最需要先保护 头要先保护 然后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之后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在水里面 就是救生衣 那救生衣呢 我们人其实要匿病很快 大概在水里面 如果你不懂得 缓吸或者呼吸不了的话 那就是五到十分钟里面的事情 你就匿病 黄金时间只有五到十分钟 对 好 那救生衣有什么不 跟我们平时看到的 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个其实救生衣都 跟你外面都买到 任何的救生衣都可以用 可是它有就是承重量 我们要注意的是根据体重来买 对对对 承重量 然后最重要的是有扫子 OK 扫子是非常的重要 它就是 呼救的声音可以传到最远 因为我们人的体力会耗尽 对 所以这一派我就是 好 来来来 要示范一下怎么传救生衣 很多时候这个救生衣 很多人都忽略的那一派 我们先简单的这样 大家知道 救生衣的结构 就是 救生衣穿 像一个披肩那样披上去 对 穿了以后 第一个扣 好 先扣好 第二个扣扣紧 然后最重要的这一个 就是下面的这一条 有些可能会有两条 对 这一个是才 一条或两条都合规格 都合规格 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东西 是 一定要 每个人都一定要的 就是你要先从这里 绕过你下面 是 对 拉上来 然后从这里拉上来 扣着 扣起来 然后还要拉紧对不对 对 你一定要拉紧这个袋子 对 每一个袋子都要拉紧 这个袋都要拉紧 那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 那就是因为它有浮力 那你淹下去的时候 你人体重 你往下沉的时候 这个会脏起来 它浮起来的时候 它就会遮到你的脸 或者是脱掉 挡住呼吸 或者让你没有浮力 对 让你没有浮力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扣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故发生的现场 其实看到救生衣没看到人 对 因为已经浮出来了 对 所以救生衣没翻好 这一条是非常重要的 是 是 那你买的时候或者你收久了 你发现这条已经不见了 代表你救生衣不合格了 对 你要重买 对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不能修补嘛 对不对 没有办法 好 然后再来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个 这个是 什么包啊 我们叫trow bag 就是丢的trow bag 这是救人用的吧 对 它是救人用 其实它是绳子 OK 它绳子都在里面包 对 都已经卷在里面了 OK 它绳子 那 你要现场抛吗 我们是 好 好 示范一下 也可以 也可以 那我们救人的那个人 他要先把手传进来 对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就很简单 为什么它这里会有个圈子 下面会有个圈 这个圈就是给你圈首的 圈首的 它这个是死结吗 它不是 它是活动的 对 它是活动 它就是 其实它这里的话 就是这样的死结 可是你可以拆得掉的 OK 谢谢 然后这个也是这样 然后这个 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这里面有重量 假设啦 我假设 对 我溺水了 我在那边 其实 对 你要先抛这个 要先抛这一个 救生圈 我是抛给你吃它 好 正确的步骤 就是这些都要穿好 然后呢 下水 这个呢 这个也要带下水 这个不是带下水 这救人 我说救人的时候 你自己也要有 先自己的安全 所以这些你也需要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在水中的时候 你要先抛救生圈 是 抛下去 那至少让它先浮在水面 OK OK 它先可以自助嘛 就是要先有呼吸 好 对嘛 就是它可以先浮在水面 好 所以它不会腻 它不会腻病 一般我们游泳那种 小朋友的那种吹气的 救生圈不行吗 只要浮起来都行 可是那种它的重量 脆弱一点 就是你抛的那个 你不能抛远 因为它太轻啊 太轻了 这个才可以抛得远 风吹一吹就吹掉了 有道理有道理 对不对 然后之后呢 先抛一下救生圈 我已经靠着这个救生圈了 对 然后要把人拉回来 对 这个就是绳子 就是把它圈在手里面 好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它就是 有一个距离的 对 有一个距离 它就是抛 就是有点重量这样 好 对 所以你到你那个时候 你的手也要撑进去 这样我就可以这样抓着 对 你抓紧它 那我就可以这样 然后我又有这个 对 双重的 就可以 把我拉回来 一个人的力可以抵挡得了 那个水的力 可以 其实因为它 人在水中是很轻的 因为它有浮力 所以你在岸边那时候 你要拉其实很容易 我还以为会很吃力 再加上你还有救生圈 这个救生圈 对 它浮 把你浮在全面 所以代表我们今天 四个人去 就有四套这个整个配备 对 是 这个很 等一下我问一下 这个整套 大概要加多少钱 要加多少钱 其实我们 我们这样说 这个因为这些都是 我们买的比较专业的 一些救生圈 那你可以在民间搜索 一些网顾平台 什么之类的 其实都搜索得到的 是 最重要的是基本的 假设最基本 我至少 我都带一个救生衣去 这样一套救生衣 可能会有上百块吗 有 有上百也有几十 就是它的质量的问题 OK 但是 还是那一句 只要它能浮上来 就可以 它就可以 好 对 那如果我在岸边玩 我可以不穿吗 建议是穿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是 山峰 对 有些人就是 朋友大家一起来玩 一起来 你就很兴奋地就走下去 你都不会去想 就先穿好 好 所以刚才其实听到 Simon和你谈到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浮 我们在水 要能够浮 要浮起来 是 所以遇到意外的时候 很紧张浮不起来 所以我一直强调的就是 先防范 对 防范胜移自救 那就是你这些东西 你都有了 你觉得安全 就已经很 安全性已经很高了 然后 为什么佛很重要 因为 人在睡眠逆弊 就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所以 呼吸是非常重要的 你要先有呼吸 你的 生存下来的几率 是超过五十分 所以我们要浮的话 假设没有这些配备的话 应该怎么服 就是我们简单的 我们衣服会成为 我们的累赘吗 其实衣服就是它可以 你把它脱掉 你把它往后抛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 也对 一个圈 一个圈 对 那你就把它抓住 收起来 对 它可以收起来 当作你的气球 对 它当作气球 所以衣物是其中一个 可以临时给你拿来 自救的工具 是的 没错 所以那现场 如果我们要抓一些服务 那服务也要一定的体积吧 对不对 这个会比较 比较 看运气 对 真的是看运气 因为不一定有服务在旁边 对 就或者是说 我们其实利用 利用一些东西身边的 或如果你有垃圾袋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 也对 垃圾袋你只要往 空气 这样拉 一拉 它就会空气 然后你就收起来 是 那我们人应该怎么样 比较不紧张 而能够自动浮起来 放松 最重要是放松自己的身体 然后就是 往后仰 放松你的胸腔这里 深呼吸吸气的话 你就会浮起来 仰飘是最简单的吗 如果讲起来要获救的话 就双手 他们有时候甚至鼓励你双手抱胸 对 给自己整个人浮起来 然后你保持平静 你什么都不要想 平静然后深呼吸 因为你胸相当在这里 那你仰飘的话 它就浮力很高 很高 是 然后就可以换气 是的 那除了仰飘之外 还有什么方式 就是 是不是有一种 我听说 我们双手双脚垂直 这样放下来 也会自动背部浮起来 对 就是 大概是说我们这样的 这样的状态 对 这样的状态 是 它叫水母飘 水母飘 这个是叫水母飘 就是想象一下 主要人不要紧张 是 要放松自己的身体 是 对 那可是如果我们想要寻求别人的帮助 我们要呼叫 又不吸到水的话 怎么办 呼叫不吸到水 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是这个 哨子 很重要的 就是 是 救生医一定要有 你有救生医的话 你一定要配备有这个哨子 哨子 哨子 都可以 都会警惕 对 都会听得到声音 都会看得到 那我很好奇的是 像你们消防员 救生员 你们是怎么评估 一个人出事了 要溺水 或者已经溺水了 其实就是 人在紧张的时候 他的动作就会特别的大 然后特别的紧张 你会看得出 他在挣扎 还是之类的 所以一定会拍水面 对不对 拍水面或者是挣扎 挣扎的那个迹象 所以代表 如果我要引起人家的注意 我就拍打水面 拍打水面 就是或者是 挥手 挥手 尽量挥 能复的话 尽量挥 好 那我知道你也参加过 不少的这个拯救的行动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 其中一个个案 其中一个个案 大概说两年前 就是在雪邦这个岸边 就是发生一起 就是小孩密闭的案件 那就是 其实我非常的 希望大家 就是家长们 如果是有小孩 在岸边玩水 你要非常的去注意 不管是岸边 还是泳池都好 是 对 因为小孩密闭的 这个机率比较大 是 对 两年前的日来风 那个个案呢 对 那一个其实它是 那好像有三人死亡 它是在山洪 还是山洪 它其实是因为山顶 下大雨 山顶 就是有一个湖 对 然后加上当时候 下很大雨 那一直下雨一直下雨 那导致说这个 水都满了 水都满了 然后再加上那个山泥 开始松动了 就导致人 它崩塌 然后就造成山洪 底下的 下面的村落的人 都着氧 这样子 所以代表说 其实我们去瀑布区 也是要特别地留意 对 所有去任何的 有水的地方 有水的地方 但是我在最后 其实我是很想 是 很想 很想呼吁大家 就是 希望 就是民间有很多这种课程 对于现在的人很多 很喜欢 去玩水的 玩水什么的 那你们一定要去上这种课程 拿一种专业的知识 是 对 如何自救 或者是如何防备这样子 是 让大家可以玩得更安心 也更尽兴 非常谢谢Chris 谢谢 好 我们这里先谢谢一下 回头继续跟大家一起来活力加油 欢迎来到安心生活方 我们今天的课题 就是围绕在瀑布 还有要了解它的那些安全的隐患 然后多做这个预防的措施 那很多人去瀑布 或者是沙滩 吸水 当然会顺便野餐 或者是露营 其实如果我们在野餐 或者是露营的时候 万一你找不到 可以安全食用的 那个饮用水 或者干净的水盐的话 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安心生活方 有钟舍教大家 做这个自制的野外滤水器 我们欢迎钟舍 是 请你好 大家好 是 钟舍 所谓的自制滤水器 对 是应该怎样自制呢 那其实它就是需要 我们利用就是沙石之间 还有一些就是 就是可以在野外 找到的一些物品 就地取材 对 就让它能够起到一个 就是隔除掉一些杂质的 那个系统那样子 那我们就假设我们在露营 或者野餐的时候 突然间它的水源 断了 断水了 那我们只能够通过 比方说雨水 雨水啊 或者是可能一些水池啊 或者是一些积水处啊 你拿到的水源啊 就是可能你在 不管是户外 可能一些野外的活动啊 还是什么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是 我们就要做一个过滤器 先滤掉它的那些杂质 然后再来煮那些水 所以我们需要的那个 就地取材的话呢 就是现场呢 应该都会有沙石咯 对 然后这个呢是 我们是使用碳碎 那可能你有生活的话 你有那碳灰的话 如果你有BBQ的话 一定有这个煤炭 不要不然其实你用 就是可能一些 你比较松散的那个泥子啊 都OK的 所以然后其实 然后其他最主要的 就是颗粒不一样的 大小不一样的沙石 那有比较细的沙 然后有比较小的石头 比较中等 比较粗的石头 所以我们需要的呢 一开始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瓶子 是 一开始我们需要一个 就是一个废弃的宝特瓶 然后我们把它底部呢 就是给割开 是 切开来 然后为了要更好地 存在我们的这些材料呢 是 那通常呢 我们会用就是咖啡的滤网 我们需要咖啡的滤网 这个咖啡的滤网 如果没有咖啡滤网的话 你可以用沙布啊 或者是衣物啊 你把它剪碎它 来使用都OK的 是放在最底层吗 对 是放在最底层 搭配我们的就是木炭 这个也是可以防止一些细沙呢 随着那个水流进 对 流出来 流出来 对 是 是 我们就把它 毕竟到最后 我们就是要取那个干净的水源 对 置入最底下 然后呢我们再把其余的倒下去 OK 把其余的倒满 把所有的那个煤炭 把它也倒满 OK 倒满了之后 它就会充满着底部的空间 对 那之后呢我们就再放一层的那个椰衣 就是把它隔煮起来 那这个如果是在海边的话不难找 是 有椰树的话 如果没有的话用枯萎的树叶也是OK的 枯叶也可以 是 用枯叶也是可以 就是让它更好的进行分层 OK 把它分层好了之后呢 我们才把我们的就是最细小的沙石呢 再把它倒进去里面 这样子 OK 是 好 这个呢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呢 都有学到的同居呢 都会去学野外求生法 就是在你完全没有干净水源的时候啊 是 我们就马上做这样的一个沥水器 那就是那个效果是很令人惊喜的 因为本来就是很污浊的水 到最后过滤出来之后呢 它是会比较显得相对的清澈了 是 变得清澈 所以它的那个排法呢 就是最细的沙石 最细的沙石在下面 煤炭之后最细的沙石 然后从细到粗 对 那其实基本上你加了一层那个沙石之后呢 你就不需要再放这个 再用野野来进行分层 都OK的 只要它能够就是 你看到它 就是有密度在那边呢 就OK的啦 是 我们就把不同 不同的沙石 对 不同粗细的那沙石 细数的放下去 这种你其实可以在野外呢 也是找得到的 OK 就是 好 其实这个方法 应该多一点在学校 推广 对 一般就好像自己所说的 童君啊 还是一些制服团体啊 可能他们都有就是 有学习到啦 这样子 是 好 我们再放一点点 这样子 然后呢 其实在上面呢 也可以加入一些 如果你这找不到那么细的话 就也可以再加入一些粗的 也OK的 好 粗的 然后最后呢 也可以再加入一些 就是这个叶鱼 再涂多一层的叶鱼 对 就是让它更好的 加固固定 那也可以 当然也可以过滤掉一些 就是比较粗的那些杂质啦 好 OK 其实我们主要的呢 就是要把那个污足的水 你看哦 这我手上就是很污浊的水 对 到最后出来的呢 它就是变回清澈透明的水 其实是你在外的时候 因为你找到这些材料 可能它还是属于比较肮脏的 那你还需要就是冲洗 就是可能你有干净的水源的话 你要冲洗几轮这样子 当然这样的OK的 好 不如我们先打注意一下 我们先来重温一下 刚才所需要的那些材料来看一下 好 好 大家所看到的呢 就是这个自制野外的滤水器 我们请众生来示范一下 这个是泥浆水吧 因为泥浆水两个都是同样的泥浆水 你可以看到上面呢 也有一些杂质呢 就是漂浮在上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倒入 我们的这个滤水器当中 OK 然后 是要慢慢的倒呢 其实都OK的 就是把它填满都OK的 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我们倒出来的话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呢 你是要饮用水的话 最好是煮过 因为毕竟呢 我们现在这个只是过滤掉它的杂质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清除它的那些寄生虫啊 卫生物之类的 是 卫生物啊 就是 当然 就是细菌啊 还有一些病毒啊 就是 真的必须经过煮沸 就是条件允许的话 你不要把它煮沸了 才能够再饮用 这样子 我们看到这个 是 对比 它真的是干净了很多 但是如果你还要再干净的话呢 再重蹈吗 对 反复的过滤就OK的 是 是 你看出来的效果就是这个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本来的这个颜色 到最后我们得到的就是 相对的比较干净的 是 它会 就是你经过几轮的 这样子的反复的过滤呢 它就会变得清澈的了 好的 我们谢谢众生 为我们示范的这个 自制滤水的这个滤水器 好 谢谢众生 来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呢 还有活力煮加量汤 近期 互利品牌Locitane 在Bookie交流商场 举办一场新颖的产品介绍活动 这次的活动以酒店为主题 现场分为小酒吧 套房 SPA和礼品店的各种区域 首先 来宾们需向 住客班登记入住 工作人员便会安排 来宾们分批进行体验 每个区域都有工作人员 引领及讲解产品内容 让来宾们可以沉浸在 入住酒店的体验中 免费适用各个系列的产品 活动主办方致力于 产品与大自然的融合 因此 现场可见每个布置 皆以花草树为背景 甚至采用投影技术 搭造花海效果 梦幻浪漫的场景 可供来宾拍照以外 也使来宾获得 身丽其境的体验 这场第一家Locitane酒店快闪活动 共为期17天 及时至6月11日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 欢迎回来 我们华人的养生法常会讲到说 如果你去玩水 吸水之后 你应该喝一些热饮或热汤 来补补身 今天我们就从中医的角度 来谈这件事 先欢迎吴宇瑞医师 吴医生您好 大家好 好 这个是我们要用中药来大补吗 是 所以今天我们会设计一款 就是说因为天气热 所以大家可能会摊凉去玩 然后我们刚刚又有讲到说 就可能去山里面去玩瀑布 那个水 那个瀑布的水就会比较寒凉一点 所以因为我们身体本来是热的 然后如果说那个含的那个水 我们直接一下水 或是说灌到我们身上来的时候 那些寒气 还有那个瀑布那边风很大 所以那个风寒都会进到我们的体表里面去 本来热的是我们毛孔张开的 一下水一毛孔迅速收缩 对 所以那些风寒就进到我们身里面 就收住了 所以这个收缩的时候 这个人就可能会有一些症状出来 他可能就会身体痛 可能发烧 发热这样子的一本体 所以我们就用中药材来调养 是哪一些中药材有这样的功效 所以今天我们就用一个这个趋寒汤 这个趋寒汤的话就是我们会用到这个桂枝 桂枝跟肉桂有差别吗 对 这个肉桂它们是同一个树 但是肉桂的话它是一个 我们就比较粗的树干那个树皮拿来当做肉桂 所以很多的这个辛香料 或是说泡咖啡的时候他们就拿这个 但是这个东西肉桂的话它是比较温补 它是比较大热的 它是补离身体里面的 是 那我们今天用的是肉桂 它是结表的 对 桂枝 我们真的用的是肉桂枝 那桂枝的话它是结表的 所以就是让我们表去发汗 然后解掉我们肌肉的一些不舒服 因为有时候我们下水起来之后 我们觉得好像哪里不舒服 特别的酸痛对不对 用桂枝去寒 对 去寒 然后这里我们用到勺药 那勺药的话就是说 我们它有收脸的作用 所以它可以脸汗 就是说汗不要那么多 因为我们有种发汗的这种桂枝 所以不能让它发太多 所以微微的发汗就可以了 所以还要收一点 对 再收一点 所以就加了一个白勺 然后我们就用红枝 红枝的话就是有种补中液气的作用 然后加上它有帮助阴液的作用 因为我们发汗 那个阴液会比较不足 所以这个会可以补一点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生姜 生姜的话它就帮助我们的桂枝 能够再多一点点的汗 还有就是说它可以趋风寒的作用 然后我们这边这个 就是这根桂枝就是补中液气 所以就要加上我们它可以调和我们的这个助药 它怎么会那么黑啊 就是它有蜜质过的 蜜质过的 对 所以它有这个补中液气的作用 然后补一些新气的作用 然后葛根的话就是因为有些人遇到那种风寒 所以脖子僵硬 肩膀僵硬 所以就会疼痛什么的 所以这个是解肌做专用的 这个加了葛根这样子 然后除了中药 肠乌医师都会配一些肉类 对对对 鸡肉 对 就补一些蛋白质 是啊 恢复体力会比较好一点 对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呢 加进去我们的这个1700的水 是 然后呢把它煮 这个水不需要等到煮肺 不用 就是慢慢的就给它进去了 丢进去 然后呢煮 煮滚了再煮个半个小时 OK 好 就是说大火煮滚 然后半小时小火或者中火 是 可是这个红枣啊 我听一些老人家说 通常他们都会把里面的盒去掉 对 盒呢比较热 对 所以去掉这个盒 是 它就这个比较不那么烧热 好 而且红枣还有一种 很天然的那种调味的作用 是 有点甜 对 然后它是维他命C 很多 对对对 所以它是天然的维他命丸 是 就是你可以提高免疫力 是 OK 好 就是我们要把就是盖子盖起来 对 就是滚了之后才开 这个就滚了就用小小的火去 让它慢慢的熬 熬个二十分 对 熬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对 然后呢我们喝这个汤下去之后 那其实我们要让它微微的 更加发汗的话 就是说我们可能要喝一杯热开水啊 或是他们古代的方就是用这个粥 热粥 对 所以喝了完这个汤之后 再喝一点点的热粥 让它汗能够逼出来 那这个风还就会出 难怪有一些人好像把它当一个小茶点 你知道吗 有配粥喝 就是这样来的很道理 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汤的嘛 然后再配个粥也是可以的 对 所以这汤是咸的 对 我们可以加上咸 就是盐巴就是变成咸的 好 马上来闯闻今天的食谱吧 让它分装有点秘 Ignya 不一定要发生的 打开水 那这碗就是吴医师给大家推荐的 这个桂枝解表汤 我们讲解表 因为那个含气是在表面 它不是很重的在这个里面 所以解表就行了 我来试试那个味道 因为我知道桂枝 很多朋友不太喜欢那个味道 有一点腥 有一点辣吗 就是有点腔腔的味道 就是它那个 可是意外 这个汤有点甜 是 因为它有这干桃 还有红枣也是甜 对 然后有一点咸 挺好喝的 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 不是 不可以 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你有感到风寒 比如说零到雨 然后又进去冷气房 就是吹到寒风 或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瀑布 玩水 然后感到外感风寒的 这个就可以适合 那不适合的人呢 就是说他可能有体内已经 体内已经很热了 常熬夜的人 对 或是阴虚火旺 熬夜的人阴虚火旺的 或是他有已经怀孕了 就比较不建议 不适合喝这个东西 因为孕妇那个体温也是比较高一点的 所以就这两类人要注意 那还有其他什么功效吗 功效啊 功效的话就是因为柜汁 还有那个我们的肉柜 它就在我们有些运用在糖尿病的病人身上 他们可以这个多喝这种肉柜的水 它可以帮助我们调节血糖的问题 哇 那糖尿病的朋友也可以常喝 比如说一个星期可能喝个两三次 但是这个汤方的话 只是佛这种风寒 受到风寒的人它适合 它不会解药 对对对 如果说你要保健啊 糖尿病的保健 那可能是直接用肉柜去煮个水 会更直接更简单 对对对 直接就好了 这个肉柜就可以了 好 今天非常感谢吴宇瑞医师 谢谢您 那这个时候呢 除了有这个这么好喝的汤之外 我们还要跟大家来推荐 我们的活力好购物 有一些优惠的产品 马上来联系一下 是Amazon和SingKong 用在活力好购物吗 来 给我们推荐一下产品吧 哈啰 丽萍 收看着我们电视机节目的朋友 今天是什么节日 六六 也就是我们商品的大日子 所以待会的三点钟呢 在我们的WOW SHOW 有好康要推荐您 所以带给大家的好康呢 跟养生之道是有关系的 那如果你觉得讲说 最近身体不怎么样啦 然后可能有发热气的一个情况的话呢 可能就是需要呢 把我们的这一个呢 烹饪器器给带回家 是的 没错 就是呢 我们心目中家里一定要一台的 养生破壁料理机 今天是5% 再加上6%的WOW SHOW 等同于44令吉哦 而且今天的这一台破天荒 只需要399令吉而已 到底可以煮些什么饮料 又或者是怎样的一个食材呢 待会的三点钟 我们再教你如何好好的使用它 所以千万不要走开咯 好 非常感谢Amazon和SingKong 谢谢你们 那也希望所有的朋友 今天都能够得到一点点这个灵感 不管是要购物还是要做汤 做药汤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在一起活力加油 好 这个时候也要给大家预告一下 明天的主题 很多人喜欢吃很重口味 尤其是马来西亚人 可是有一个说法是说 重口味的饮食可能会致病 有那么严重吗 如果你有同样的疑问的话 欢迎你把你心里面的各种疑问 发给我们 就是发简讯给我们 我们明天请专家来给大家 一一解答 明天见了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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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